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很贵 七百多元 八百元 很贵 比你的电话便宜 看你的电话扮计算是6.8元便宜 也有没有 自由料 还有他的不好处是签约一年约 很惨 我骂他 我经常跟Adobe说 你好心你可不可以做一个处值计划 计时间 买时间都不行 我们很少用 再不適合你不要这么孤寒七天 其实以前是一个月的 但现在很划算 六百多元 实际上很划算 因为包含两个Lightroam 知道为什么有两个Lightroam 一个是旧款 一个是新款 原则上有没有朋友可以用Lightroam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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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Photoshop也有用 少用 你用Lightroam多 为什么用Lightroam是有原因的 是否朋友会告诉你更好一些 我都很方便 很方便用 对 真的很方便 但这个方便在Photoshop 其实也是有的 Photoshop 里面都有一个很方便 叫做Adobe Camera Raw 我会教习 其实Adobe Camera Raw 就是Lightroam Lightroam多了些什么呢 你现在是收拾相片是否要开一个项目 你放些相片下去 你觉得烦不烦吗 很烦 很烦 对了 那为什么这么烦呢 Photoshop 不用这么烦 为什么他们这么烦呢 因为是必须的 在座有没有朋友在拍照找食物 职业摄影师 有些是接工作 拍一些活动 拍一些分礼 那些摄影师一定要开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全晚在一个酒楼上拍照 全晚在一个酒楼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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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拾几百张相片 或者过千张相片 一收拾会死的 他开一个项目 丢在里面 一次过收拾所有颜色 那是那些人用的Lightroam 如果你收拾一张相片 应该是很烦 你也要开一个项目 如果Photoshop是不需要的 所以用Photoshop是比较容易 就是跳过这个步骤 但是接下来的步骤 Photoshop和Lightroam是一样的 其中Photoshop有一个软件 叫做Adobe Camera Wall 我会说 Adobe Camera Wall和Lightroam 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的是包装不同 包装不同 有没有吃过猪柳蛋汉堡 有没有吃过早晨全餐 那你觉得早晨全餐和猪柳蛋汉堡有什么不同呢 分开放 就是把我的两二二松饼摊开 把猪柳摊开 另一个猪柳 另外把蛋油炒成煎 差不多 然后你的食材 你吃到肚子是一样的 一个叫早晨全餐 一个叫猪柳蛋汉堡 很聪明 Lightroam一样 包装有少少不同 多了一个管理的部分 这样就变成Lightroam 结果他觉得不可以骗大家的钱 就混合一块 68元给你了 那为什么有旧版呢 因为旧版实在太好用 新版为什么有新版呢 因为旧版太过行 太过齿 太过齿就是不够功能 其实是足够的 但是人们越来越贪心 因为希望在Lightroam 做到Lightroam不应该做的事情 Lightroam应该做的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数码黑房 光房叫做Lightroam Darkroam 暗房和光房 但是在黑房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的 应该在外面用剪刀章糊 影印机去做的 结果他要加一些东西 所以有一个新版的功能 更强劲 所以现在两个版本都在一起了 结果呢 让人们知道它和Photoshop是一样的 收拾一些东西出来的效果 所以混合在一起 所以很划算了 所以六十八块我应该付的 那就不说了 安装 大家知道的 你已经安装了 如果不懂的话 Nooks會有说的 首先你需要开个帳户之类的 记住 你如果真的开了帳户 真的记住密码 它是你一生的 你和Adobe的关系是靠这个密码的 你一旦没有了 你就算要停止 或者你去到别人的机器 想开到你的Photoshop 你也要有你的帳户 才行 好了 很快就进入了 安装完了 进入了 大家尝试打开你的Photoshop OK 如果打开Photoshop 开始会悶一点 没办法 一定是讲一些基本的 先让你认识了 当然 如果你已经很早用了Photoshop 你会知道 我讲一些简单一点 在Photoshop整体我们是靠面板去做事 这个就是Photoshop里面的工作区 工作区在中间放我们的照片 原则上是这样 其实它可以移动的 在左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工具 如果是传统的工具 是孖条 两条 短一点 新款的 就变成一条 不过可以教 你开Git Default 应该是一条 是一条过的 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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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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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就变成两条 不要紧 你喜欢一条就好 两条就好 结果你吃下肚子就这么多 这些不会多了 不会少了 那为什么以前是两条 因为以前的屏幕不够高清 已经屏幕高清了 可以长条 所以这样 工具 是很重要的工具 为什么呢 一执照的话 我们要靠一些工具 我们做不同的东西 就选择不同的工具 例如我鞠就要鞠 省的就是沙子 我们要刨就要刨 大概这样 要焦就转焦 但是做每一种工具 有不同的控制 OK 改个另一个说法 我们看录影带 要有录影机 要看碟就有碟机 看电视就有电视机 要播放那些档案 有部MP4机 我不知道 你家里的HIFI 是不是很多机插住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你有没有留意 每一个机有一个控制器 有遥控的 很严重 很严重 这些工具也是 每一个工具 都有自己的控制器 就是在上高 控制面板 那些一些分子 很严重 现在的按针 便会送它 rän一按 vidéo 大家会发现相机会变 浮动空制面板 会变 这是再变 先試試感受一下 右邊有一堆浮動面板 裙 真的複雜,我先開箱 我平時也不是用這部機 我也要打開一些東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